我任教22年 早先是很多事情開始電腦化之後 學生的錯字有比較多一點 辛辛苦苦怎麼會寫成這樣咧 手機普及之後我覺得錯字又更多了 可能一些文化的精髓 所以他可能會沒有辦法體悟到 我假日的時候大概都花 一到兩個小時的時間在手機上 如果他今天沒有來阻止我的話 我會持續玩下去 不夠熟練吧 就是有想努力把它記住 但是還是常常很容易寫錯 你當時是怎麼解釋這個程度 就是很就是東西很大 然後就這樣吃進去 一塊兩塊這樣很合理的 對 因為其實現在有時候網路上的資訊 也是常常出現錯字 包括新聞媒體也是 寒暄問候的學員是問候他今天好不好 所以不是這個是吵鬧的意思 所以是要日度 廣告刊版還有網頁上 都大多都會使用隔變式性比較高的 異讀性的字體像出黑體 但是相反的他會犧牲一些字體的正確寫法 輸入法是讓你使用方便 所以當你輸入錯誤的讀音的時候 它有可能那個字還是都會跑出來 他在做蛋糕很簡單 可是我自己實際操作是有難度的 所以我覺得我今天看跟會寫 寫正確其實是不一樣的 就是常練習熟能生巧 沒有什麼特別的 Kickball Kickball